见家长见得怎么样 说什么呢 口口声声说不喜欢人家 结果还跟人家去见家长 而且一个星期之内来了三次 君明啊 你最近很反常啊 心乱了吧 十年了 你也该好好谈谈恋爱了吧 这么久不见女色 难道 你就没有那么一丁点的需求 干吗这么盯着我 这不是嘛 谈恋爱又不是罪过 喜欢一个人又不是犯法 我知道你有信任危机 但是你这么骗良心 这不是办法啊 我觉得 用另一个身份和他交往 很轻松 你倒轻松 这种轻松的感觉 真的很久都没有了 我一直以童杰这样的身份 出现在他的面前 你觉得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人家良心可是女神级别的名人 怎么会喜欢一个厨师呢 你要是喜欢他 就用童骏名人的身份 大胆地去追求他 如果 他真的喜欢一个厨师 证明他 不追求名利 他喜欢的是单纯的人 都十多年了 你还是这么难相信一个人 如果良心真的是喜欢童姐 那至少能证明 这个女人不是利用你身上的光环 才跟你在一起 我觉得 你跟良心还挺有缘的 要不然他也不会在茫茫人海当中 挑你假扮他的男朋友 对不对 所以 身份可以造假 但是爱情不能造假 要是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 你可就麻烦了 别怪我没提醒你 童总 那个 您安排我的事 我已经办好了 房子找到了 对 那个房子本来是一对夫妻的婚房 但是没结婚他们就离了 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全新的 钥匙我都拿了 真的特别不错 要不要我们去看看 好 去看看吧 好嘞 到了 童总 李浩 你在大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 你在大学的时候学的什么专业 哦 我没上过大学 我自考的大专 学的是工厂管理 现在我再学一个会计 准备考个会计证 你想做会计 暂时还没有这个打算 不过呢 我觉得多学一点技能防身 总是不错的 哦 你有没有兴趣 去密疏室 密疏 密疏室 对不起 童总 您没事吧 没事 继续开吧 进来 童总 这是您要的咖啡 小心烫啊 新预员的房子 帮我准备几件家具 你送过去 这件事情你给我盯着 好的 我现在就去给您处理这件事情 那个 房子 不会您要入住吧 不 我就好奇问一下 不 我也不是好奇 我这就去办 对不起啊 童总 等等 帮我去买一辆 最普通的二手车 二手车 为什么 你是不是很喜欢我问为什么 不是不是 我 做我的秘书 心理素质要过硬 说话给我说清楚点 是 是的 童总 好 再给我 沙发上有的西装 你拿去穿吧 另外 让方梅给你准备一些制装费 以后可能会跟着我出去谈事 不要穿得那么寒酸 我这就去办 但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买车的钱 我 我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找买店 我现在就去找买店 来来来 小心点啊 放在靠里一点 要不找不到了 来来来 小心后边台阶